最新金融光 汇丰控国正在与大股东平安和小股东进行的顶级商战 大股东和部分小股东要求分拆汇丰 让亚洲区独立运营和上市 汇丰董事会和管理层全体一致反对 双方僵持不下 要在5月的股东大会上分出胜负 汇丰银行是全球毫无争议的覆盖最广的银行 分为三大区域板块 亚洲区 美洲拉丁美洲区和欧洲中东非洲区 这三大区域都注册在英国的ATSBC Holding P LC汇丰控股进行汇报 是汇丰集团的控股母公司 图一 平安集团从2015年起就逐步增持汇丰 目前持股8.3% 是汇丰第一大股东 但平安一直声明是财务投资 在汇控的董事会没有名 数据来自彭博 汇丰的股票特别受到香港人民的欢迎 是有传统 这么多年下来 积累了一大批卧虎藏龙的小股东 股份持有量相当不少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以上是商战的登场作方 最大的问题 汇丰的三大区域板块 在利润贡献上是瘸腿的 亚洲区 特别是图一中心位置的The Hong Kong 深海Banking Corporation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香港独立法人 是集团利润贡献度最高的 在我的印象中21年 亚洲区利润占汇丰集团一半以上 可是亚洲区的老大王东胜 却只是排位较低的管理层成员 大股东也没有董事惠名额 按照平安的数据就更惊人 过去三年 亚洲区向汇丰控股上缴61%的利润 向集团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分红 但汇丰控股在内部搞了转移支付 将高收益的亚洲区的利润和资本 投到低收益的非亚洲区可能是欧美 英国 非亚洲区的不额风险加权资产 不懂这个是什么的 去翻我以前的文章占了集团51% 但业务回报率只有亚洲业务的四分之一 第二个问题 汇丰到底是为英国服务 还是为他的股东服务 这件恩怨要追溯到疫情期间 2020年 英国监管当局已保持 疫情期间金融稳定为理由 要求汇丰和扎打这些 控股公司注册在英国的银行 暂时停止支付派息 停止派息 就将利润留存了下来 进入未分配利润 可以增加资本充足率 汇丰就停止了19年和20年的几次派息 后来21到22这两年 派息的比率也远低于疫情之前 这就让全世界的汇丰股东都很不爽 尤其是亚洲的股东们 因为汇丰在亚洲赚钱最多 小股东也最支持 而英国人一句话 就把利润留在英国 自己的分红就没了 汇丰董之汇 到底是为股东服务 这事当年闹挺大 两则还点评过 历史新闻 建图5 图6 汇丰和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 这几年越来越深 关于业务学腿 拿亚洲补贴欧美的问题 很多大小股东都给董事会提过建议 不要搞大锅饭 让能赚钱的亚洲区放开手脚 自己赚钱自己伤识 能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关于派息的问题 现在疫情都过去了 那你就赶快派息呗 按照2019年的标准派 而且要制定最低派息标准 以后不能再玩不派息这档子事了 但根据平安披露的情况 他们多次向会控董事会沟通 建议 但人家根本就不搭理 我行我素 汇丰每年都有一次年度大会 NUO General Meeting 类似于股东大会 图二 一个名叫吕建宇的小股东 组织了一个拆分亚洲业务小组 向汇丰5月5号就要召开的一句样大会 提交了两个提案 图三 第十七提案 银行结构重组提案 即拆分亚洲区独立商市 和 第十八提案 分红政策 即要求恢复2019年水平的分红标准 汇控董事会拿到这两份提案 如灵大敌 他们在汇控网站首页贴出公告 全体董事会成员一致反对时期 十八提案 要求其他小股东也投反对票 不仅如此 汇控的董事长 CEO也齐刷刷跑到香港 拉上已经退休的王东胜和现任汇丰银行CEO 一起开新闻发布会 承认业务缺腿 已经卖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零售业务 反对拆分 认为拆分将破坏汇丰的运营结构 分红会提升 但恢复到疫情前的每股51美分要0亿 话音微落 4月18日 平安也加入战局 平安集团在网站上发出了 平安资管公司关于汇丰控股的原则和立场 图四 不仅将汇丰业务表现不佳 分红不利 和其他同业对比不如 拿亚洲业务补贴其他区域的事件都说了一遍 还表示 原则上支持小股东的1718号提案 要求重组汇丰的运营结构 增加分红派系 希望汇丰以开放的态度听取 研究股东意见 都 从公司治理角度 大小股东对汇丰董事会的建议渠道已经失效 不得不寻求在更高层级的股东大会上争取利益 如果5月的AGN大会审议通过1718提案 独立后的汇丰亚洲 在本地市场有极强的竞争力 其单独上市会将是疫情以来香港金融市场最大的盛宴 汇丰控股会加派股息 小股东们高兴 平安可能会在汇控董事会拿到位置 平安也高兴 只有汇控董事会是大书家 从亚洲抽水灌溉欧美英的老路子可能走不通了 虽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汇控的股份太杂 股东太多 平安以8%的股份居然成为最大股东 加上拆分小组 在AGN上的票数也不太够 迎面不大 但汇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能短期压制但无法彻底解决 汇控董事会搞大国范 让能赚钱的亚洲区补贴 不能赚钱的非亚洲区 连最大股东的建议都不愿意听取 未来总会有些矛盾爆发出来 所以高端商战 一上来就是小股东逼宫董事会 而且是要把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老汇丰给拆分了 之前的商战 什么抢公章 下毒什么的 真的太low了 等着看戏